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克雷奇举行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中美双方高层首次面对面沟通 议会一开始 美视双标又在安克雷奇上演 当地时间3月18日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开始 中美双方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进行了首场会议 美方首先进行开场陈述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两人的开场牌 严重超时 并对中国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 挑起争端 接着 中方代表发言 在王毅也发言坐晚开场陈述后 中美双方的第一轮交锋结束 此时 现场记者应该离开 本应该是这样的 但美方竟以中方发言时长过长为由 要求补充发言 美国CN描写道 记者们刚要被礼宾人员引领出门的时候 美方官员向他们招手 让记者留下来 美外交官员进行了补充发言 布林肯说 请等一等 杨主任 王国伟 鉴于你们讲话超时 请允许我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 再说几句话 从CNN发布的现场视频来看 沙利文摘下口罩 不断对记者们做着回来的手势 嘴里念叨着什么 布林肯也向记者团的方向看去 肢体动作显得有些急促 沙利文称 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正视其不足之处 并时刻寻求进步 似乎是在回应刚刚中方所指出的事件 折射出美国人权的问题 发言完毕后 按照外交礼仪 中方也应该进行补充发言 然而美式双标此时又出现了 据凤凰卫视记者报道 在布林肯和沙利文做完补充讲话之后 就立刻要求现场记者离开 没有给中方回应的机会 在中方想进行补充发言时 美方想把媒体赶出去 对此杨洁篪首先质问道 你们的出发点是要说明 美国是从一个强有力的角度来说话 干嘛害怕记者在场 没有必要害怕记者在场啊 随后杨洁篪的回应非常高明 他不仅批评美方的发言 居高临下 还称 欺改媒体证明美国不支持民主 中方要求媒体留在会场内 布林肯和沙利文之所以这么做 就一个字 演 三场会谈 只有第一场有媒体在场的环节 美国政客必须在美国媒体前面 出演一出怒对中国的戏码 相较于会后的文字叙述 媒体尽头前表演的冲击力 绝对是核弹级别的 拜登上任以来没啥实质性政绩 在美国集体反华的大背景下 休一波对华强硬 可以为自己加分 没错 这些人就是这么目光短浅 就是这么厚颜无耻 所谓民主选举下的政客 不过就是演员罢了 华尔街日报在前瞻报道中 援引美国官员声称 本次对话的象征意义非常重要 现年58岁的布林肯 可谓是拜登的心服大将 负责美国最高外交事务的布林肯 对华态度可谓强硬 今年1月19日的提名批准听证会上 布林肯阐述了他的对华态度 他宣称 预想之中的所谓中国政治自由化 并没有发生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挑战 他还宣称 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只是不同意具体政策 但相较而言 纽约时报注意到 沙利文的对华态度 更为注重美国自身 他在去年的拜登竞选期间 曾表示 美国不应把重点放在 试图放慢中国的步伐上 而应该更多地强调 努力让我们自己跑得更快的方法 即增加政府对半导体 人工智能和能源等研究和技术的投资 这名美国官员声称 布林肯和沙利文 共同出席对话表明 过去 中国一直在对话中 试图利用美国代表的分歧 但选择这两人 能够体现 共同代表美国的重要性 在之前的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内部的分歧不合 着实让全世界人民 好好看了场笑话 比如 博尔顿从国安顾问的位置 被踹下来后 就曾爆出特朗普政府时期 内部各种不合 气得蓬佩奥骂他是卖国贼 虽然美方此次从选人起 就着重施压 但美媒提起 中美双方的议程 几乎没有充电 这显示了中国在特朗普时期 经济增长 以及战胜新冠疫情后 日益增长的自信心 正如中国驻美大师 崔天凯所说 中方也会在这次会谈中 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不会为了营造某种所谓氛围 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这次安克雷奇会谈 拜登明显大分小分不清楚 中国跟美国如果谈出个大的东西 会谈谈成了 双方拿出一个鼓舞各方面 包括让全世界感到满意 振奋人心 中美相效而行的合作 你说他国内一定会失分吗 不一定的 得分会多吗 不会是 但风险是什么 风险是 第一 有可能没有办法谈成那么大的东西 第二 在谈判前期的准备过程中 在边上像苍蝇一样的家伙 在美国国内就去盯他 他会失不少小分 另一种算计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会谈当成摆设 我纯粹的是走过场 然后我在前期捞分 你看我贯彻像中国极限的强硬的竞争 就是比你特朗普做得好 然后做一堆有的没有的 看上去很热闹是有的 实际上是没有效果的 原先中方对安克雷奇有没有设计 有 崔大使的话里面听得出来 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底案 带着诚印而来 向双方耐心细致地说明 自己的真实想法 避免误判 然后收获对于对方更深入的理解 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接触 这是我们原先设计的底案 高岸我不知道 但我们有理由预计在一些合作性的领域 在安克雷奇和美方大成一件 合作性的东西 比如说气候变化 就气候问题上 中国真的非要跟美国合作吗 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边机制 你美国人不玩的话 其他签的人我们可以自己玩 气候合作又不是中美之间的合作 是中美合作有助于更好的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在双边上 你美国人达不到我的双边合作条件 那我该承担的事情 我继续承担 关你什么事 拜登你自己愿意承担像特朗普一样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 继续表现出无法领导世界的能力吗 你担得起这个后果吗 你国内的政治计算和选票 担得起你干不了这事的后果吗 今天安克雷奇会谈最终会怎么样 不清楚 但基本上崔大使定调 没有过高期望 外交上这种礼仪性的话语 你可以把过高两个字去掉 基本上就没有期望 中美关系本质上 从美方一侧来看 其实根本就不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是美国国内结构性矛盾外部的具象化和投射 美国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认知 坚定地认为可以通过搞中国的方式 回避和拖延国内问题的解决 用对中国施压替代解决国内问题 这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以及认知上的病态 有病就要治 但现在看起来华盛顿的精英集体犯了这种病 那中美关系一定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波折 这种波折的责任不在中方 中方也不惧怕这种波折 放马过来 我们的底线红线 各种各样的方案预案都有 我们的自信表现在哪里 客观证据和经验事实已经证明 伴随中方实力的整体提升 美方能够对中国享有的 所谓这种战略性优势 或者这种影响呈现显著的衰退趋势 后面你能蹦跌的机会是有限的 时间也是宝贵的 这次在安克雷奇中美双方二加二高层官员会谈 理论上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实践 中方是带着诚意和善意而去的 但这不代表美方就可以对中方予取予求 总书记讲中国开始平视这个世界 中国也很愿意平视美方 美方老是希望居高临下 觉得可以遗旨气势 像解决当初日本一些问题那样对待中国 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认知 人为言轻 希望美方的官员 希望美方的外交人员 包括华盛顿税王 身边那些对中国问题有认知和理解的美方专家 早点从这种错误的认知当中清醒过来 给他提出正确的建议 让美国早点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去认识理解和处理中美关系 相信良好的中美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将来对美国的重要性 会变得比对中国的重要性更高 毕竟 现在即将面临进入这种不可扭转的 下降轨道风险的不是中国 而是美国离这种风险地带还有多远 美方自己心里知道 正如王毅在《开场白》中所说的那样 中方过去 现在将来都绝对不会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 同时 我们要求美方彻底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霸道行径 美国的这个老毛病要改一改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